剪貼布,你就用一次就丟了,對不對? 你不覺得微軟的剪貼布很去嗎? 他都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今天我把這裡 順便提一個小技巧 請問,平常老師要把這個字選起來,你會怎麼做? 眼鏡看著他,叫游標來這裡 然後就把這個mark起來,是這樣嗎? 這樣有效率嗎? 如果,你有看到,有聽到我點幾下的嗎? 蛤? 金軟沙? 金軟沙? 還是你不習慣就321? 開玩笑了 其實滑鼠,因為我們在office頁有這個功能 網頁有沒有?也有啊 所以這個代表是整段都選取 那通常我們這是標題,所以就是只有一行 如果你是一般的頁面內容,比如說在這裡 看一下 這裡有 比如說這裡,這個是整段的 金軟沙? 1、2、3 有沒有兩個? 因為這個是不同段 1、2、3 對,有沒有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 哇,還要這樣框起來 有時候還差一點點,你框不到 很氣人對不對? 為什麼科技這麼不人性? 因為你都沒有讓他有機會跟你人性一下 其實有些小技巧,我們就可以像這樣 就可以很簡單的幫助大家 好,那回歸到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所謂的 剪貼布 剪貼布你看我現在 我先把這個部分 我把它複製起來 我也把這張圖複製起來 請問 您的剪貼布最後會留下哪一個? 當然是最後面那個啊 可是為什麼他永遠都教不會,只會記得最後一個 來,您看一下 我偷偷給您看一下 這裡 您也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的都留著 我剛剛有call的都留著 有沒有都在這裡 所以今天如果我在office裡面 啊,對齁 剛剛有一個那個文字我需要用到 有沒有進來了 剛剛那張圖片我還要喔 嗯? 這個我也要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我們常常複製的時候 如果文件多你可能就關掉了 如果像我們剛剛這種情形 啊,對齁 這個我還要用到一次 你是不是要回去再找 不然就只好 我知道大家這個很快啊 對不對 只好重達啊 那這樣是不是很浪費時間 而且各位要知道 剪貼部 請問下次開機還會不會在 當然會在啊 沒有,我說用這個 微軟啊 我們就不理他 哈哈哈 我說用這個 下次開機還會在啊 這樣子是不是 類似 其實剪貼部 也可以有很多作用耶 而且都是你私人的 你有沒有發現 跟你工作最有關係的 除了一般我們講的檔案以外 您最常用的功能 事實上是剪貼部 因為現在報告很簡單 剪剪 哈哈哈 因為很多資料 不管你是圖書館 反正我們就找到了 我就複製好 就算你要保存 也是複製貼上 一樣的道理 所以順便問一下 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部 文字圖片 還有呢 檔案啊 摳檔案會不會經過剪貼部 也會 所以這些東西 你看喔 我們回到這邊來 你看 如果我是檔案 您摳過了 比如說我來這邊 找一個 這個 好這個好了齁 我把它複製一下 好您在這邊看看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是 Copy file 這叫Copy file吧 所以如果你忘記這個檔案在哪裡 只要那個檔案還在 你就隨時再貼上去好了 一樣點兩下都就進去了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 您可能會困擾的是在這邊 我們如果去一般的網頁 比如說您如果 去這裡 我現在是很少進Yahoo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您自己的瀏覽器的首頁都設在哪裡 是Yahoo嗎 設這個的就是 可能沒有訂報紙 現在看新聞順便看一下對不對齁 然後呢 設Google的就是你找資料為主的 我們家是設MSN 偶爾支持一下微軟 因為不同的媒體總是那個報導的還是會有不一樣 那您看齁我們先從這個生活裡面好了 假設我要看這裡 可以 我相信如果您這樣子 咚咚咚咚 123 12是一個詞有沒有 123就是全部 這裡也是一樣跟剛剛123 有沒有怎麼算 所以下次就不要那麼辛苦這樣 好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您如果是call網頁上的這個 我們call上面這個來講 如果你這樣複製 請問您貼到word裡面會怎麼樣 請問這個格式會不會帶進來 您這樣直接貼上的時候 那個格式會不會帶進來 對 那您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在這邊 這是選擇用純文字的方式 上面這個 有沒有 用純文字的方式 但是是不是只有一次的機會 如果沒有就進去了 而且那個樣式在word裡面就留著了 你有時候就比較 要清楚就比較麻煩 但是呢 如果你不小心 我們在這裡也可以用這樣子 你看喔 我把它變中文一下 這個軟體是可以變中文的 這樣對大家在看會比較容易一點 好 這樣 點到它 您看喔 這裡有一個特殊的 有沒有緊貼上純文字 那這個部分 不是只有在office裡面能夠用 其實微軟它很偏輕 它只對office有多重貼上 各位都沒有注意過喔 office有多重貼上 它會幫你記住幾個 大概十組左右的 還是十二組左右的那個 就是那個剪貼部的紀錄 可是其他軟體 自己想辦法 就很討厭喔 那我們這樣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 你看到把它貼上 有沒有 都是一般的文字 對不對 你就不用擔心說會有那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 欸 有些時候我們在複製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情形喔 欸我這樣複製 可是我要的 比如說我是這樣子 我要這一段 可是我想要 這個 我不需要異位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要call 可是它是一整段 你還是必須整段call起來 就去刪 那下次再call一次 是不是要刪一次 所以 你們來看看 假設我這樣複製好了 其實剪貼部還可以怎麼做 這裡 剪貼部的內容是可以修改的 下次你貼出來就變正確的 你看 我來編輯 有沒有叫編輯剪貼 這裡一個 好 我就把 異位的部分我先拿掉 好 把它存起來喔 OK 這樣就好了 所以呢 現在我剪貼部的內容 有沒有發現已經沒有那個了 所以我現在不管怎樣 我貼進來都是正確的 欸 這樣是不是就容易很多了 就容易很多 所以這個是 給您看一下 其實我們剪貼部也可以這樣做 那 還有一個 大家會遇到的情形 搜尋請大家用過對不對 減貼部可不可以搜尋 什麼 減貼部也要搜尋 你用久了之後 減貼部不會很多嗎 用久了之後 減貼部不是很多嗎 那 不然先問大家一個好的 你覺得減貼部要幫你寄多少個 你覺得比較滿意一點 你覺得 減貼部不能幫你寄嗎 可以啊 因為我們這個 下次開機還會在啊 你覺得要寄幾個比較好 有時候是這樣子啊 人的寄心裡有時候也不能太好嗎 太好的話 一頭那鼓又一堆 所以預設的話大概是 好像是一百個 我偷看一下我忘記了 我記得預設好像是一百個吧 欸對 在上面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一百個 所以它最 它會把你紀錄最近使用的一百個 那如果你需要一千個 這裡也可以 可是這樣那個就滿長的 好就滿長 也就是說超過一百個之後 那就開始清掉清掉嘛 但是一般來講一百個應該是夠啦 好那重點是 如果你達到一百個了 我的這個肯定也很多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什麼 方法可以讓我們去找到呢 有 原來減貼部也可以收訊 是的 剛剛我有一個子宮嘛 所以我記得有一個子 有沒有發現 人家 還把你的關鍵字mark起來 不一樣吧 這樣會不會要有效率一點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工作的時候 其實就很好用的 包括同學 比如說你自己找這樣 也是啊 奇怪我就記得 明明剪貼部我曾經用過 可是找不到 那你又要回去找那些字 是不是就比較麻煩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去使用 使用起來你會發現說 原來其實這些工具對我們的 不管是學習也好 資料整理也好 就方便很多 那當然如果某些詞 你最近常常會用到的話 你也可以叫他怎麼樣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超過一百個就會 不見嘛 那你可以從這邊 你可以告訴他 拜託 我 這裡有一個 永不自動刪除 哈哈 就是你常用的 你可以留著 甚至怎麼樣 你看我把它加一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 加一個信號 有沒有 這樣表示說 雖然我會被擠下去 可是 不會不見 那如果你 比如說我們常常在整理 之後 最近某些詞 我常常在用 比如說 像我 比如說中文系的 我們的那個系名 就完整了 中正大學 什麼 我最近因為報告 或什麼 常常在用 你也可以把它調整排序 你就告訴他 不然你永遠第一名 因為最近常用到嘛 所以你就永遠排在這邊 比較不會 還要往下找 這樣子就方便很多了 對不對 你都沒有想過剪貼布也可以這樣玩 很好玩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們不在於說 今天你要學很多軟體 重點是什麼 我要拿到能夠幫助我的 軟體是工具而已 軟體只是一種工具 我們的目的 看起來好像介紹很多 可是 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原來我們這樣用 其實也很方便 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所有的工作效率 這樣子 好那這個下午的話呢 會讓你實際去操作看看 你就可以直接了解一下 這樣還不錯 好